在經濟復蘇疲軟下 中國的遊客對消費就更加謹慎 導致他們臨時出門的情況增多 越來越多的中國消費者 在出發前三天 他們才預訂到飯店 是有史以來最短的時間 遠遠低於全球其他地區消費者 將近20天前就會來預訂好 經濟學家就說了 更建計出發日期才計畫形成 目的就是要利用臨時的促銷優惠 反映了消費者喜好上面的轉變 更喜歡在計畫上保持彈性 但這也意味著 對收入還有消費信心 仍然很低迷 萬豪國際集團的總裁也說了 中國目前正在面臨一場 真正的消費者信心危機 而從中國報道中發現 定位在15元價格代的 飲料茶飲品牌 它被爆出了是大規模的官店 監測近90天 這間輸一燒仙草 新開的店就有496家 但是官店的數目 就達到了一千六百零五家 但看看 輸一燒仙草 在二零二一年的門市 就有高達了超過七千多家 今年卻減少 剩下將近六千家 註冊的資本額 更是少了五趴之多 業內其實對這樣的形勢 並不樂觀 專家就說 今年新茶飲的行業 恐怕將關掉二到三成的門市 不只如此 中國的出生率向降低 也將要面臨嚴重的高齡化危機 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 他們就審議要延後退休年齡的草案 引發當地的民怨不斷 根據統計 中國的青年人口失業率 屢創歷史新高 去年六月更高達了百分之二十一趴 但是他們北京就緊急封閉數據 長達半年的時間 更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採用了新制度 但是失業率依舊高達了 將近百分之十五 中國網友就感嘆了 生我的時候 嫌生太多要罰款 要我生的時候 又嫌生太少 巴不得要生到三胎 到了工作賺錢的年紀大的時候 又裁員又要應屆生 上班幾十年要退休了 又嫌年紀小 無奈感嘆 自己一生都被玩弄